農民加油 農民加油 退府会台东农场 资本分场 今早发生抗议行动 百味农民抗议 退府会农地重新招标 却没有让原地主优先成猪 辛苦种植大面积的世家 及农作物根本来不及收成 让农民血本无归 同时也要求退府会 说明土地招标的决策过程 租金标高 原有耕种的东西 还没有收成 它就招标给外面的人 那你叫这些产农怎么办 你说一棵世家到大要多少时间 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 但只要它要采收的时候 就被农场招标给人家了 退府会在台东设有农场 总面积约900公顷 租给农民耕种 但农民4月要求重新签约 却承租不到 原因是租金比过去高出很多 租金每分地从新台币1000多块 飙涨到7000多块 甚至传出有财团抢标 农民质疑退府会黑箱作业 两甲办的基本是四十几万五年 现在变多少你知道吗 十五号标的变八十几万 你看你叫这些农民情可以看 第一次租租的时候 是租租人是可以继续租 有优先钱 可是第二次就没有办法了 就要公开招标 我们原住民哪里有这个经费 跟人家竞标呢 那个就是投标的不是原住民 我们那天就是因为是书面省 他是不是原住民嘛 所以我没办法在那天处理 经过双方激烈讨论协商 退府会并没有正式回应 只有员工跟农民及明代 洽谈时表示 会把农民新生向上回报 表示招标过程一切合法 我们原来合约是四年 然后得需又一次四年 那八年之后市场行情 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基本上我那个就是 必须要高于底价投标嘛 那我们跟上次看的话 大概有上了一倍啦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市场去决定 我们只是做一个 那个采购法的平台公开招标 八年到起就是重新再沉住一次 你看看 以前的开墾者呢 真的很可怜 原住民 抗议活动结束 双方仍然没有交集 望着这片打拼八年的农地 就这样拱手让人 农民希望相关单位出面协商 解决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记者文贾卡特的办 台东市采访报道